疫情悶了好久 现在随着各国的国境开放 好多人都飞出国了 航空客运也挥别了疫情阴霾 来看看这载客人数真的很可观 因为交通部民航局就完成了 第一季国籍航空公司载客人数的统计 六家国籍航空共搭载了504万名的旅客 跟去年疫情期间同期相比 是大幅成长了30.6倍 其中最多的是长龙航空的224.1万 其次是华航184.5万第二名 新宇崛起名列第三 载客数达到51.4万 第一季载客量大爆发 除了是疫情之后 今年第一季又有春节长假跟228连续假期 所以即使这个机票的价格处于高档 但是国人出国踊跃 接下来还要迎来暑假 预估也会继续成长 国籍航空运输协会调查报告就解释了 因为现在其实上是暑假预估的增长 美国最早解封 那预估增长是百分之十四点一 欧洲近四成 增长最快的地区就是亚太区 高达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点七percent 不过这要出国 大家当然就要考虑说 我买机票到底怎么买最便宜 口袋够不够深 怎么买最省钱呢 国内旅游业者就指出了 其实暑假最热门的还是日本 因为六月底到七月初五天的团体行程 卖价大约是在五万元的上下 比疫情的三万出头高约大概六成左右 不过跟今年的春节相比 其实已经是便宜许多了 因为当时光是机票就要卖到四到五万元 不过大家都是担心说 我接下来暑假旅游的旺季也会涨价 如果没有早早就买的话 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涨价了 但是旅游达人也分享 其实是有paypal的因为选择七月初或是八月底去玩 也就是所谓的暑假的头尾就有机会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 票价甚至会比目前平日的价格还要低 另外要提醒大家下周登场的旅展 其实也可以买到八五折到九二折不等的优惠机票 例如目前国际航空就有促销啊 像是台北出发来回寒水飞东京一万三有整 就金三不用两万九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的是票价跟航班时间确实是息息相关 还是要评估自己最适合什么方案